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吳彥林 今早6時左右 大部份地方的氣溫在18至20度 預計受到東北鮑豐風的影響 今天就應該沒有昨天那麼熱 在大範圍的衛星運圖 都可以見到 與鮑豐風相關的雲帶 都是慢慢靠近珠光後一帶 到時雲量就會多一點 今天詳細的天氣預測就是 漸轉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大概22度 吹和緩的北風,離岸風勢清淨 漸轉吹東風 今晚的氣溫會下降到最低大概18度左右 而未來幾天的天氣變化都會比較明顯 大家就要留意 明天仍然受到東北鮑豐風的影響 去到下週初至中期 就會受到溫暖潮濕的海洋氣流影響 然後去到下週末 又會有另一股季後風 抵達華南沿岸 所以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 明天風勢會大一點 天氣會涼快一點 去到下週初至中期 日間會溫暖,漸轉潮濕有霧 去到下週末,氣溫會下降 適合今天大年初七 也祝大家人一快樂 多謝大家收看這節的天氣報告 拜拜 曉得 貓